有过学院考试,然后就是在里边上个厕所要,然后因为小男孩嘛,厕所的嘛,是个年龄挺大的一个女的,然后呢,人家上厕所了, 当时没获钱,只要进去就要钱,最后我那学校园还挺好,给他6块6毛6,一看这个情况下,人家就图个吉利,没有说强制收敛,诅咒学院肯定是不对,就说你弄个厕所啊,你收个费,这个是可以语解,因为什么你建个厕所啊,因为厕所,你看打扫卫生,你上个厕所啊,你给他个一块钱,给他了,应该是居民,他家就住着很近,可能弄一块地方,然后建个厕所。